人民网昆明7月27日点,学前,近日,针对长春长生问题疫苗事件,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会印证,云南境内没有受试批次疫苗,云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就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解答。 问,我们都知道一旦出现狂犬病病症,将无法救治,因此狂犬疫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请简单介绍一下狂犬病疫苗接种的病医程序。 专家答,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印发的狂犬病预防控制技术指南,2016版,以下检测技术指南。 目前我国狂犬病医苗接种推荐两种接种程序,一种是五针法,即第0、3、7、14和28天各接种一剂,共接种5剂,另一种是2-1-1程序,即第0天接种两剂左右,上第三角一个接种一剂,第7天和第21天各接种一剂,共接种4剂。 问,此次长生公司的问题狂犬病疫苗爆出后,长生公司对狂犬病疫苗进行了召唤,而被案要求,狂犬病疫苗接种应该尽量使用同一品牌的狂犬病疫苗。 那么更坏疫苗品牌是否有影响?更坏品牌后,是否需要重新注射还是补重? 专家答,按照技术指南要求,狂犬病疫苗接种应该按时完成全程免疫,尽量使用同一品牌的狂犬病疫苗,若无法实现,可使用不同品牌的合格狂犬病疫苗,继续按人程序完成全程接种。 如果你已接种过长全畅生狂犬病疫苗部分一次,按照技术指南,可选择同样采用五战法的其他品牌狂犬病疫苗,完成后续几次接种就可以了,不需要重新接种。 问,目前,云南省使用的狂犬病疫苗,主要是哪些厂家的? 专家答,云南省招标入围的厂家有,辽宁城大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牧城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麦封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中科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河南远达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成都康华生物制品有限公司,哥原信海,北京医疗用品贸易有限公司。 问,接种了狂犬疫苗后,是否需要进行抗体检测? 专家答,疫苗批准上市前,必须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证明其安全有效,才会被国家批准上市。 因此,只要是严格按照接种程序接种的,符合国家批准的合格疫苗,就可以产生抗体。 按照国家法要求,除了一干疫苗接种后,可以做抗体检测。 其他疫苗无需进行抗体检测。 问,去年长生公司的生产的一批次白白破疫苗存在的问题是效价不合格。 效价不合格,意味着什么? 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白白破疫苗,免疫的程序以及征集情况。 专家答,效价不合格,可能影响免疫保护效果,但对人体安全性没有影响。 涉及到的省份,已经积极在开展补众工作。 如果我们辖区内有在其他省份接种过涉事批号的白白破疫苗,可以就在邻里居住地最近的预防接种单位。 依据补众原则进行补众。 百白破疫苗是要百日咳疫苗、白猴类毒素及破伤风类毒素混合制成的联合疫苗,可以同时预防百日咳、白猴和破伤风,按照国家免疫规划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 2016年版,百白破疫苗分别在3月0、4月0、5月0、18月0接种,更接种四季次。 问,为了防止接种的问题疫苗,可以不给孩子打疫苗吗? 不打预防针会有什么危害? 专家答,这是很多家长关心的问题。 不过,要提醒家长们,千万不要饮业费食。 接种疫苗依然是保护儿童健康、罪行之有效的手段之一。 如果你不及时给孩子接种疫苗,你的孩子患小儿毛病、麻疹、疑闹、流浪、加感、疫苗等是二重传染病的风险较高。 如果就职不及时,还会导致死亡、残疾和严重病发症。 孩子的健康将会受到严重威胁。 问,不过为儿童免费接种的疫苗有哪些? 接种后可预防哪些疾病? 专家答,不过为儿童免费接种的疫苗有十二种。 一干疫苗,卡键苗,百日克白头破伤风联合疫苗疫苗,简称百白破疫苗,白头破伤风联合简称百破疫苗,集水灰剧炎减毒活疫苗,集水灰剧炎面活疫苗,白者风枕联,和简称麻风疫苗,白者三线炎风枕联合简称麻风疫苗,一脑简毒活疫苗,A群流脑多糖疫苗,A加C群流脑多糖疫苗, 甲甲减毒活疫苗,接种后可以预防疫苗,集水灰剧炎肖而麻痹,白日克,白猴,破伤风,麻疹,风筝,流行性腮腺炎,遗闹,流脑,甲甲,结合十二种严重影响而从身体健康的传染病。 问,进口疫苗与国产疫苗质量有区别吗? 专家答,据了解,国家药品监管部门对在中国上市的国内来生产的疫苗的批签发标准是相同的,多年时间证明,国产疫苗安全,有效。 问,如何看待疫苗接种工作? 专家答,接种疫苗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保护儿童免于疫苗和预防的传染病侵袭,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纵观历史疫苗确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原卫生部副部长王老德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国家人均寿命,从建国处期的35岁到现在的76岁,年长了一倍多。 疫苗最重大的作用,就在于减少了儿童期严重的传染病,从而降低了死亡发生率。 世界卫生组织评价,除了安全卫生饮用水,没有其他方式比疫苗在降低人类死亡率方面贡献更大,包括抗生素。 2018年是全国免疫规划40周年,这是国家一线重要公共卫生服务,是儿童健康的保障。 经过40年不懈努力,传染病的预防控制取得显著成效全球消灭天花,有效控制麻疹、破伤风、白猴等多种疫苗可预防疾病。 2000年,我国通过无极水灰制炎小儿麻痹的证实,5岁以下儿童已肝病毒表面抗原携带率,从1992年的9.67%下降至2014年的0.32%,云南省通过40多年的艰苦努力和辛勤付出,疫苗针对传染病得到有效控制。 自实施免疫规划以来,云南省疫苗针对的儿童传染病每年约减少了50,80万病例,每年减少疫苗针对传染病死亡几万人。 云南省预防接种工作成绩本来,在疾病控制史上功不可没,无可替代。 接种疫苗是保证儿童健康最有效、最安全、最经济的措施。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儿童健康,国家实行有计划的预防接种制度。 接种疫苗是每个孩子应该享有的权利,也是家常应该履行的责任和义务。 希望广大市民能以科学的态度看待疫苗,按时带孩子进行预防接种。 不能因为这次事件引发恐慌,而拒绝疫苗接种。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